來,各位跟大家介紹一下 中部A級釣點 角度很好,休閒度超高的釣魚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還有大大的草皮 如果你選擇下午晚一點過來釣魚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帶小朋友來這邊玩其實是很棒的 因為這邊有一個遮音棚 然後呢,如果你比較晚到 衝不到A級釣點的話 那沒關係,你可以像這邊的一些大哥大姐 帶一些遮陽傘、遮音傘 一個舒適的椅子 然後就可以釣得很爽 目前到現在我已經看到很多大哥 其餘都是那種五指以上的五指 那我說這個A級釣點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康橋下方 我稱之為A級釣點 它兩邊都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大哥的釣況如何 因為今天我沒有帶釣具出來 我只有帶相機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大哥的釣況 那我先看不見 不見 已經是一陣子 我們看到這麽釣點 它就是很爽能 全身的全部釣物 全身的做法 不過是 有時候 我們在這裡 劇事炒呀 我們很爽得 大家 我們 不配適 最後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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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邊...那邊都這樣 好, initiatives 喝醬 啊,喝完了嗎?好,可以喝完,它吧沒關係 各位有看到嗎?超級粗的 來跟我走,我們來沿線看一下 各位可以這邊看到,沿線釣點釣個非常多 我今天沒有帶釣具,所以就沒有辦法下來釣一下 如果你有帶小朋友來,這邊有格子可以追 慢慢看一下 這邊從手竿到甩竿都有 那如果你比較想釣中間的比較大的大霧的話 可以選擇使用甩竿 這邊這個大鴿可能還要比較重魚 中間有蠻多大霧的喔 不過好像都沒有追啊 那跟各位講一下,這邊的魚因為被雕得太精了 所以基本上這邊的魚不太會追鐵板 因為這邊的魚很雕了 好,我們持續看一下 看一下這邊 那邊有蠻多大霧的 喔,對阿 愛大霧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邊,沿路釣點不少 喔,不過有些地方雜物比較多喔 可能會高潮啊 不過這邊整路看下來 那個 釣況都很不錯 那我們今天 我先介紹到這邊,我看一下 其他還沒有位置 來釣 那你這邊會有看到,這邊叫 漢西康橋,他說他是輕度污染阿 那各位聽聽就好 這邊的水質 魚種絕對不能吃阿 那這邊算是比較下游的地區阿 還是 有人在釣 阿,怎麼會有這種東西阿 有人還能勾到內衣上來阿 還有內褲阿 我想跳下去 這是比較接近河堤坝的這邊喔 那這邊的魚比較少 不知道這邊做釣好不好做釣 下次再來這邊測試看看 好 那這邊還是建議各位阿 沒有釣碗的東西麻煩阿 蚯蚓阿 垃圾阿 菸蒂阿 統統把它丟回去阿 還有檳榔阿 這邊這麼多的 這麼多的垃圾 麻煩各位釣客 有點耐心把它帶回家 來,剛好這邊有一隻大哥 上了一隻 上了一隻 這隻,這隻算小隻啦 好,因為這隻大哥使用的是鯨魚乾 所以他要操乾操很久 好,這隻是鯨魚乾 所以這個大哥要操很久 這隻大概五指大小 五指大小 啊,不過因為大哥用的是鯨魚乾 所以,那就要釣比較久 水掉,水放回 水掉,水放回 水掉,水放回